你好,我是林三木,在《读书》频道为您介绍当今世界的畅销著作,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介绍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 《莉莉的选择》 It Ends With Us, A Novel 作者柯林·胡佛 Karlene Hoover 2016 Goodreads网页年度爱情小说读者选择奖 截至2019年,这部小说在全球的销量超过100万册,并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 柯林·胡佛 Karlene Hoover是一位美国作家,主要写爱情和青年小说类型的小说。 她的许多作品在被出版社选中之前都是自行出版的。 截至2022年10月,胡佛卖出了大约2000万本书。 柯林·胡佛也是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作者, 创作了22部小说和长篇小说。 胡佛的小说属于新成人和青年当代浪漫小说类别,以及心理惊悚小说。 这本小说基于莉莉和她的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胡佛将其描述为我写过的最难的书。 以下是本书的内容。 小说向读者介绍了莉莉一个在父亲的虐待下长大的花商。 大学毕业生莉莉·布鲁姆搬到了波士顿,希望能开一家自己的花艺店。 她最近去世的父亲对她的母亲有虐待行为, 而她的母亲对这种虐待行为保密,导致莉莉对他们两人都很反感。 她翻阅童年的旧日记,回忆起她的初恋阿特拉斯·科里根。 她离开了,但承诺会回到她身边。 在与自己的感情搏斗时,她遇到了神经外科医生赖尔·金凯德。 他们互相吸引,但没有追求关系,因为莉莉在寻找承诺,而赖尔只对随意地调情感兴趣。 然而,一旦莉莉成功地开始了她的生意,他们继续见面并开始了一段关系。 一天晚上,当赖尔不小心掉了一个砂锅时,莉莉笑了,她愤怒地把她推到地上,然后疯狂地道歉。 莉莉想起了她父亲对待她母亲的方式,虽然很震惊,但她认为他们与她的父母不同,接受了赖尔的道歉,但警告她,如果她再伤害她,莉莉会离开。 莉莉和赖尔去了一家餐厅,他们的服务员是阿特拉斯,她与莉莉重新建立了联系。 莉莉立刻吃起醋来,但莉莉安慰她说,阿特拉斯只是一个朋友。 阿特拉斯在注意到莉莉的伤势后,怀疑莉尔可能在虐待她,于是秘密地给了她的电话号码。 莉莉和莉尔最终结婚,婚姻稳定,直到她发现了阿特拉斯的号码,并袭击了莉莉。 她随后承认,她小时候不小心枪杀了她的兄弟爱莫生,导致她的心理创伤,使她有充满愤怒的发作。 莉莉与她和解,但莉尔在发现她的童年日记后再次袭击她,认为她与阿特拉斯有染。 莉莉逃出家门,给阿特拉斯打电话。 她把她带到医院,在那里,她发现自己怀了莉尔的孩子,她选择对她保密。 她和阿特拉斯待了几个月,而莉尔则离开这个国家去做研究。 阿特拉斯承认她对她仍有感情,但由于莉尔的原因,她一直压抑着这种感情。 莉莉终于理解了她母亲所经历的一切,向她倾诉了被虐待的经历。 当莉尔回来时,莉莉与她形成了一个试探性的休战,并允许她帮助她度过怀孕的最后几个月,但在感情上仍与她保持距离。 后来,莉莉生下了一个女儿,她用莉尔已故兄弟的名字给她取名。 生下女儿后,莉莉意识到她不想让女儿在目睹赖尔多多逼人的行为后长大,于是告诉她她想离婚。 她含泪恳求她重新考虑,但最终理解了她的观点,并在她问她如果他们的女儿告诉她她被她的伴侣虐待,她会有什么反应后同意分开。 莉莉希望她终于结束了家庭中的虐待循环,并告诉她的女儿,她在我们这里结束了。 通过这本书,作者探讨了家庭虐待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以及受害者的力量。 这本书是关于为了受害者的幸福和安全,选择暴力的结局,而不是爱。 在其中一篇日记中提到,有时对你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对你伤害最大的事情。 在某一点上,作者展示了人物可敬的一面,她同情她的母亲,她讨厌这种感觉。 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家庭虐待。 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家庭虐待,也被称为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可以被定义为任何关系中的一种行为模式,用来获得或维持对亲密伴侣的权利和控制。 虐待是指影响另一个人的身体、性、情感、经济或心理行动或行动威胁。 这包括吓唬、恫吓、恐吓、操纵、伤害、羞辱、指责或伤人的任何行为。 家庭虐待可能发生在任何种族、年龄、性取向、宗教或性别的人身上。 它可以发生在一系列的关系中,包括已婚、同居或约会的夫妇。 家庭暴力影响到所有社会经济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人。 家庭虐待的受害者也可能包括孩子或其他亲属或任何其他家庭成员。 家庭虐待通常表现为在约会或家庭关系中对亲密伴侣的虐待行为模式,虐待者对受害者施加权利和控制。 家庭虐待可以是精神、身体、经济或性方面的。 事件很少是孤立的,而且通常在频率和严重程度上不断升级。 家庭虐待可能最终导致严重的身体伤害或死亡。 虐待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循环,尽管并非不可能。 在《莉莉的选择》小说中,莉莉选择打破虐待的循环,因为她不希望她刚出生的女儿经历她父母虐待性婚姻的经历。 小时候,莉莉在父亲伤害了莉莉之后,母亲也没有离开父亲,这让她很受打击。 在莉莉自己的关系中,当赖尔第一次伤害她时,她感到很震惊,并想知道她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只有当莉莉发现她怀了自己的孩子时,她才意识到她必须是那个有力量打破循环的人。 胡佛的小说《探索黑暗》的主题《虐待关系》有读的男性气质、性侵犯、流产、不忠。 她对自己与她所写的一些事情的个人联系持开放态度。 胡佛说,她的父亲曾对她的母亲进行过身体虐待,而莉莉的选择这本书的灵感来自她的母亲。 一些读者在网上指出,像莉莉的选择,这样的书改变了他们对家庭暴力的看法,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被殴打的伴侣可能会挣扎着离开他们仍然热爱的施暴者。 胡佛回忆起来自书迷的更多个人故事,她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时代周刊,我听到那些离开可怕环境的读者说,我的书激励他们,这样做这是我所希望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 仅仅是分享故事,就能真正帮助改变另一个人的生活,这重量是巨大的。 但如果我以任何方式帮助了一个人,那是非常特别的事情。 一些专家说,在美国有这么多针对妇女的暴力,读者在小说中寻找这种暴力是很自然的。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41%的妇女经历过性暴力、身体暴力和或伴侣的跟踪骚扰,她的书中的主题, 虽然明显是戏剧化的,是为我们的娱乐而创作的,但却借鉴了这个世界上实际发生的很多事情。 莉莉和赖尔的关系也很复杂,尽管赖尔的暴力在客观上是不可接受的。 但她也有受折磨但充满爱的一面,这让莉莉和一些读者希望他们能使她恢复正常。 我们认为很多女性都能与此联系起来,试图拯救这些,我们认为可以从她们自己的虐待和折磨的边缘带回来的男人。 其他人可能认为这些书是缓冲他们自己的安全和预防策略的方法。 读者可以在赖尔将莉莉推下楼梯之前注意警告信号,对她前后的行为进行分类。 归根结底,莉莉的选择是一个受损的爱情故事。 在这部作品中,有太多的心痛可以体验了,胡佛似乎在这个部门很出色,因为这个总的主题支撑着整部小说的叙述方向。 胡佛很好的探讨了两位男主角赖尔和阿特拉斯在爱情方面的角力。 这位敏锐的作家还深入研究了莉莉的世界,让我们很好的了解了这个女人的情感痛苦、矛盾的情绪和波动的感情。 这是一部具有重要潜在信息的小说,伴随着权力、选择、深度、个人力量和情感摇摆等主题, 莉莉的选择是一部具有普遍感觉的小说,会很容易找到进入你内心的方式。 通过这部大胆而深刻的个人小说,柯林·胡佛提供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为她作为一个作家开创了令人兴奋的新局面。 莉莉的选择结合了迷人的浪漫故事和全人类的角色,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爱的故事,她以最终的代价为代价。 谢谢大家收看《读书》,我们希望得到您的支持,给读书、点赞、打赏。 请期待我们为您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请期待我们为您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